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先是高兴 继而想 我是个要饭的 哪用得上这个 丢失银子的人难保不因此交集而寻短见 就坐在路边等待施主来找 过了很久 见一中年妇女从城里嚎哭着走出来 边走边到处寻找东西 阿玉知道她是物主 就呼叫她 妇人见她是个乞丐 没有理睬 自顾寻找 哭得更厉害了 阿玉说 你找什么 我坐在这里很久了 该能见到的 妇人才告诉说 把衣服和银子丢失了 并说 我丈夫欠官粮被关押 我把女儿卖了 要去上交银子熟人出来 现在丢失了 只有去死了 阿玉问她衣服颜色和包银纸 回答都相符合 就拿出来交还给她 妇人检查以后非常感谢 就分了点银子出来 给阿玉以示谢意 阿玉坚决不受 当天夜里 他睡在土地瓷里 忽见店上灯烛辉煌 心中怀疑 天还未亮 怎么会有人前来进香呢 忽然听到店上有人说 今天有一乞丐 他时经不昧 保全了别人夫妇两命 功德相当大 应该赐予福报 另有人说 此人因终身为乞丐 受至三十岁 店上的人说 应该向冬月大帝申报 给他天柱陆籍 再赐给他妻子和儿子 以劝世人为善 接着 又命赐给他银子一箱 立即有人拿来一只大箱 放在阿玉面前 说 这是神赐给你的 阿玉欢喜之极就醒了 周围仍是一片漆黑 伸了个懒腰 想站起来 刚一伸脚 哗啦的一声响 踢到一样东西 伸手一摸 拿到一串用绳子串好的大钱 共六枚 他暗笑 这就是神所赐的东西吗 就拆在了怀里 杨县当地有种风俗 每年新春期间 家家做好许多糕饼 分尸给街上的乞丐 同时 城内外设有许多赌场 还有卖糖的挑子摊贩 摊板上放着头子 色彩与人打赌 赢者可以随意拿糖或钱 这些摊彩挑子都集中在长桥上 这长桥就是晋朝 后贤周储斩交的地方 第二天 阿玉要得糕饼很多 吃得饱饱的 就带着六枚大智钱来到长桥 与糖蛋赌 每赌都剩 赌了十多个摊子 得了千多钱 就又来到赌场 又连连获胜 从早到晚 赢钱达数万之多 当时有位姓贾的老先生 在长桥旁开面馆 阿玉平时乞讨得钱 就去那里买面吃 老人也一直很同情他 当天 阿玉把迎来的钱 都寄存在贾老先生的店里 第二天 阿玉又去赌 一赌就剩 过了四五天 积钱达百数十千之多 他忽然想到 赌场所得的钱都是非裔之财 我虽蒙神赐 但书家并不都是家有余才的人 我这样巧取过来 不免造孽 何况我又是个要饭花子 突然得到这么多钱 只要勤俭一点 也可以成个家了 不必再去赌博 就是赌胜了 于心不安 赌败了 还得当教花子 于是他在神前发誓 永不再赌 那位贾先生的面馆 恰好缺少资本 准备关闭 阿玉就和他商量 把所得钱尽数筹为面店本钱 自己也去店里当佣工 贾翁也很高兴 则即日重新开张 顾客争相前来 生意十分兴旺 得力超过以前数倍 几年以后 集资达数千之多 店内更是一番气象 贾翁无子 只有一女 对阿玉非常感德和器重 就把女儿嫁给他 阿玉也把贾翁 当亲生父亲对待 相依互助而终 后来阿玉妻生了两个儿子 阿玉活到七十岁才死 至今他的儿子 还在经营这家面馆 已是小康之家了 阿玉不知自己的原性 就依贾先生而姓贾了 座花主人说 阿玉是个乞丐 而能拾惊不昧 可说很难得了 但也可说 这不过是一念之善而已 道德他梦见神赐 赌得多金 如果换个人 难道不会仗势 这头子就是聚宝盆 而更加贪想 饮满聚香的金钱 以为都可以靠赌博得来 而阿玉却能在连连得手之后 想到书家处境难堪 并在神前涉事 永不再堵 真可谓是急流永退 既有人爱 又有智慧的人啊 受至古歇而终 子孙受其余庆 不是很合乎情理吗 除了命运之外 人的长相 也的确是可以改变的 世上的人 长相千差万别 全世界的人 找不出长相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 人的相貌 是人的善恶业的 综合外在表现 下面 我就来和大家一一说一下 二 什么样的人 就会有什么样的长相 某人经常爱贪小便宜 每动一次此念 就收缩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小气象 某人经常爱小拿小摸 每动一次此念 就贼美鼠目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鬼祟象 某人经常爱贪大便宜 每动一次此念 就心黑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黑大亨恶象 某人经常爱铺张浪费 每动一次此念 就松懈裂歪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裂歪象 某人经常爱骗人钱财 每动一次此念 就薄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薄皮象 某人经常爱赌 每动一次此念 就失理智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意志薄弱象 某人经常乖僻 每动一次此念 就紧巴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吝啬象 某人经常爱混 每动一次此念 就松懈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懈怠象 某人经常爱玩乐 每动一次此念 就漂浮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漂浮象 某人经常爱贪吃 每动一次此念 就嘴大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大嘴象 某人经常爱贪酒 每动一次此念 就产生毒瘤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酒鬼象 某人经常爱发脾气 每动一次此念 就立眉瞪眼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丑陋象 某人经常爱说废话 每动一次此念 嘴就生辞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裂嘴象 某人经常爱说歪理 每动一次此念 嘴就歪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歪嘴象 某人经常爱说 是非话 每动一次此念 蛇就爱烂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烂舌象 某人经常爱说脏话 每动一次此念 嘴就爱喷唾液 嘴唇丑陋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丑唇象 某人经常爱生气 每动一次此念 嘴就向前撅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撅嘴象 某人经常爱恨心 每动一次此念 嘴唇就向上包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地包天唇象 某人经常爱笑话人 每动一次此念 嘴唇就向外翻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翻唇象 某人经常爱骂人 每动一次此念 嘴角就爱坏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嘴角身疮象 某人经常爱邪淫 每动一次此念 胜于膀胱就受损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烈胜面灰而上象 某人经常爱吓唬人 每动一次此念 胆就受损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烈胆面鹤象 某人经常爱算计人 每动一次此念 肝就受损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烈肝面黄眼障象象 某人经常爱骇人 每动一次此念 心于小肠就受损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烈心面黑子 应堂发暗象 某人经常爱取不义之财 每动一次此念 肺于大肠就受损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烈肺面圣斥 鼻露象 某人经常爱恶语伤人 每动一次此念 脾与胃就受损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烈脾面苍白 口丑象 某人经常爱尊重人 每动一次此念 就庄严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庄严象 某人经常爱精进 每动一次此念 就向上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端庄象 某人经常爱节俭 每动一次此念 就谨慎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朴素象 某人经常爱布施 每动一次此念 就宽厚大方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宽厚象 某人经常爱以慈悲心助人 每动一次此念 就激善一次 长此以往 就出慈悲善良相 因此 一定要断恶修善 多积累应得 孝顺好父母 这是根本 有爱兄弟姐妹 认真工作学习 勤劳节约简朴 连结 谦虚待人 励志改过 修善 修福 利人 利物 救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放生 民估 包容他人 严格要求自己 持戒 精进修持 如此绝对会有好的命运 和幸福的家庭人生 须知 相由心生 静随心转 命由心造 福自我照 所谓 面相不如心相 假如上等贵相之人 也坐有亏心事 损了应得 反得不到好结果 曾经有犯过恶事的 却因心地端正 恳激应得 转获为福 归根到底 还是要与人为善 多多积累应得 所谓应得 就是默默地去做善事 不去大肆地宣传 唯恐别人不知道 所做的善事 如果别人知道了 别人赞叹你 夸奖你 善果仅此而已 诸子智佳格言中也说 善欲人知 不是真善 恶恐人知 便是大恶 如果默默地去做善事 不让人知道 了凡四讯中说 应得天报之 自然后福无穷 同时 大德也有教导 隐秘自己的功德 隐秘规劝他人的过失 这样我们才是 真正稳重的修行人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